其實幫助他人很簡單 讓我們看看加拿大安神的一個三歲小女孩 剪掉自己的長髮 只是為了幫助那些因為癌症而失去頭髮的孩子 因為他們沒有髮 我最想要是給他們髮 Emily的唯一要求是自己的娃娃也要剪短髮 我和我兒子看起來很可愛 我的名字是Emily James Emily的父母幾天前把視頻傳到網上 幾天之內收獲了超過二十萬的點擊量 她的父母說Emily聽說患癌症的兒童會失去頭髮 就主動要求捐獻自己的頭髮 她們希望人們可以看到 即使一個小女孩 也有許多東西可以與人分享 Emily親手把頭髮裝進包裹 高高興興地把自己的禮物寄到了 被失省的一家假髮店